信义乡位属偏乡地区 不但物资缺乏 交通也不便 而南投家福中心为了帮助这些受住家庭 家福中心在接受社会人士善心捐赠后 特地前往信义乡 并在明德村办公室实施发放 南投家福中心在那个整个信义乡 我们帮助了200户的一个家庭 那因为我们考量到我们的路途 真的到南投市的话非常的遥远 所以我们在今年 我们有一个新的一个外展的物资的一个发放的一个活动 所以我们就把我们在这段时间 我们所收到各界善心人士 所捐给我们的一个名声物品 我们就把它整理起来 然后就是利用今天的时间 然后把这样的物资送到信义这边来 而这次受到帮助的民众表示 非常感谢南投家福中心 以及社会各界善心人士的帮忙 因为今天你来这就是我们这个家福中心 来这里发放物资 这就是我们社会国界 给我们的偏向的家庭 较辱世的家庭 一个帮助 真的感谢社会国界的富士到爱好 身为家福中心主委 也是县议员的陈淑慧表示 家福中心长期帮助需要帮助的家庭 尽管现今社会不景气 收到的捐款以及物资较少 家福中心还是举办多场 发放物资的活动 希望可以让这些受助民众 了解社会还是有爱的 尤其现在经济不好 所以关现社会的先心人士 是越来越久 但是家福中心的帮助 辱世这种精神和态度 是永远无变的 所以消费以往跟过去一样 邀请我们先心大师 对家福中心的信仰当中 和竞争当中 可以多多来跟家福中心 做一个联合 可以说 把我们所欲奉献出的爱心 跟金钱来关键给我们家福中心 能投现家福中心 长期帮助这些受助家庭 不但举办多场的发放物资活动 还特地到偏远地区去发放 而受助民众对于家福中心 更是无限的感谢 不但改善生活品质 也让他们了解社会 还是有许多人在关心他们 记者陈建豪 邱平义 信义 采访报导